大家好,我是大雄 我们来看西方阵营一些国家为何帮助以色列拦截无人机和导弹 却没有出手直接拦截俄罗斯袭击乌坎的无人机和导弹 乌坎与俄罗斯接掌 俄罗斯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 不经过其他任何国家 直接从俄罗斯本土或俄军占领的乌坎领海 领空进入乌坎各地城市 极少数飞越了俄罗斯的盟友 白俄罗斯的领空 但不经过任何西方阵营国家 及其盟友控制的领海领空 这让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国家如何出手拦截 伊朗跟以色列不接壤 它的导弹无人机必须飞越美军或美国盟友控制的领海 才能抵达以色列 飞越美军及其盟友控制的领海领空 美军及其盟友当然就可以出手拦截 比如经过美国盟友沙特领空 沙特虽然跟以色列没有建交 但也不允许伊朗无人机导弹 飞越其领空 为维护自身国家主权 也必须出手拦截 其次 西方阵营真的欺软怕硬 厚此薄鄙 更卖力地援助以色列 而不敢或不想大力援助乌克兰吗 是的 西方阵营惧怕俄罗斯庞大的核武库 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伊朗哈马斯都没有核武器 西方阵营直接出兵打了伊朗和哈马斯吗 另外阿富汗也没有核武器 美军还不是灰溜溜地撤离了阿富汗 根本原因是西方阵营国家政客 没有简体中文网络上的一些自媒体人 更有智慧 更有魄力 他们处理任何重大问题都必须考虑本国利益 瞻前顾后无法做到让每个人满意 现在我从三个方面来简单的比较一下 西方阵营对以色列与对乌克兰的支持 有什么不同 一在外交和舆论支持方面 去年10月7日 哈马斯在伊朗支持下大规模的袭击以色列后 一开始绝大多数西方阵营国家政府和主流媒体 都是同情和支持以色列的 但随着以色列军事行动带来的大量的平民伤亡 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西方阵营国家 公开的跟以色列翻脸 认为以色列必须克制自己的军事行动 到目前为止 只有英国一家仍在公开力挺以色列 我没有说错 公开支持以色列继续进行军事行动的国家 目前只剩下英国 与此相对应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西方阵营国家 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主流舆论 到目前为止全都公开力挺乌克兰 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二 在军事威慑方面 哈以冲突发生后 美国和英国迅速向中东地区增派了海空军力量 警告伊朗和其他威胁以色列的国家 不要轻挤妄动 同时 英美两国明确表示 不会派兵进入以色列参战 相比而言 俄乌战争爆发后 美国为首的北约成员国 同样 立即向乌克兰周边地区增派强大的海陆空部队 无论是部署军队的规模 还是涉及增兵国家的数量 都超过英美两国在哈以战争后 向中东增派兵力的十倍以上 没错 我强调一下就是十倍以上 三 在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 我列举了一些数据来说话 绝大多数国人喜欢凭感觉拍脑袋下结论 我喜欢看数据说话 哈以战争爆发后 美国给了以色列45亿美元紧急军援 此后 向以色列出售了大约60亿美元的军火 我没看到其他国家对以色列提供军援 经济 人道主援助的信息 同时世界各国向巴勒斯坦 难民提供了约20亿美元的人道主援助 本次俄乌冲突发生后 至今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780多亿美元的军援 200多亿美元经济援助 和10多亿美元人道主援助 西方阵营成立了一个54国援武军事同盟协调小组 还成立了10多个分专业的援武联盟 每个月由这些国家的国防部长举行一次线上或线下援武武器弹药协调会 除美国外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 共向乌克兰提供了500多亿美元的军援 600多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50多亿美元人道主援助 比如 日本向乌克兰提供了120多亿美元经济和人道主援助 韩国向乌克兰提供了23亿美元经济和人道主援助 连中国也向乌克兰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人道主援助 综上可以毫不客气的讲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 西方阵营除了英国之外 其他国家对以色列支持非常有限 仅美国对以色列提供了军援 且没以双方目前在以色列继续采取军事行动上分歧严重 几乎公开翻脸 相比而言 整个西方阵营除匈牙利等几少数国家都在不遗余力的支持乌克兰 甚至做好了 即使特朗普上台 美国停止队伍援助 仍继续支持乌克兰的准备 比如 由欧盟国家成立十多个援助武装同盟 再比如 今年以来乌克兰已经与英国 德国 法国 丹麦 加拿大 意大利 荷兰 芬兰 拉脱维亚和挪威 十个国家 签署了为期十年的双边安全协议 后续还有更多的国家签署 这些国家以法律形式承诺 持续扩大队伍军援 直到乌克兰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拿以色列和乌克兰相比 说以色列被西方阵营当成核心盟友受保护 而乌克兰则被西方阵营放弃 根本就是罔顾事实 颠倒黑白 信口刺谎 有许多人对我昨天的文章不满 认为同为共和党总统的 里根对苏联就非常的强硬 甚至搞垮了苏联 怎么能说共和党人都支持孤立主义呢 其实特朗普是在下一盘更大的起 这样的留言非常多 而且说的理直气壮 我今天也专门忍气吞声的做一个回应 看了好多这样的留言 我忍不住吐血了 当然 正如我前面声明的 我也不会骂人 我只想做两点说明 第一 我昨天和之前的文章说的清清楚楚 美国两党纷争由来已久 过去也是通过相互妥协达成共识 不能用非黑即白 你死我活的中国思维看美国 第二 时代在变 加上特朗普这种极端政治人物的 横空出世 美国社会迅速右转 并且两党争斗日益尖锐对立 现在共和党甚至以内政来绑架外交 用更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说 就是共和党及其支持者 虽然主张美国自炒门前血 过好自己的小热子 但敌人打上门来了 或者威胁到美国的全球利益和国家安全 共和党人为捍卫自身利益 一样会奉行强硬的路线 里根时代 美苏在全球争霸 更早前苏联甚至一度在美国的后院 古巴部署大量导弹和核武器 这已经涉及到了美国的生死存亡 自然 从二战结束不久到苏联分崩离析 美国主流民意就是要跟苏联死磕到底 现在的俄罗斯对美国真没有曾经那样的威胁 俄罗斯甚至有一部跟美国大同小异的走西方邪路的宪法 这跟苏联有本质上的不同 美国主流民意跟当年相比 发生了巨大变化 亲俄和亲无人士都不承认这个铁的事实 绝大多数国人只喜欢听符合自己口味的虚假信息 习惯于用非黑即白的思维看世界 对此我确实特别无语 特别无奈 如果一些人理解不了 我上面这段话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证明 我之前文章论述的错误 那就是把里根从坟墓里叫醒 重新竞选美国总统 同时让苏联复活 直接重新跟美国在全球争霸 再把现在这些共和党的铁杆支持者 全换成里根时代的美国人 我也顺便说说 华川粉们经常挂在嘴上的大棋论 继特朗普认为乌克兰应该各地求和 美国不应当援助乌克兰 其实是在下一盘大棋 比如将主要精力用来应对某个更大的敌人 对于这一类大棋论 我一向是深无痛觉的 不过我还是要忍住不说太难听的话 一本正经的说 我觉得任何大棋论都是痴人说梦 属于网上所说的精神病人思维广 智障儿童欢乐多 最近还有其他许多西级古怪的留言 比如德国有12套爱国者方攻系统 为何只给了两套而不是全部 法国向乌克兰派遣了一个外籍军团 为何其他西方国家还不出兵 对这类留言我就不一一回应了 文章写到这里 我就感到非常的恐慌 觉得说真话毫无意义 而且还特别的得罪人 就现在这样的写法 基本上把清俄清乌人士都给得罪了 也让中立人士感到不爽 因为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真相 更不法让他们产生共鸣 换句话说 在一个排斥真相的环境里 我不停的告诉大家真相 说些让大家不开心的真话 实际上是自觉于自己的读者 因为不想让自己良心不安 终究还是不想迁就这个浮躁的时代 挪威外交大臣埃斯彭巴尔特埃德 在屋外长库列巴 4月15日与基辅举行的联合发布会上表示 挪威既向乌克兰交互F15战斗机 我坚持之前的判断不变 最快6月份F16战机将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 丹麦、挪威和荷兰 承诺首批向乌克兰提交65架战机 已经获得美国许可 比日时希腊等国家已经承诺 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F16战机 俄罗斯和乌克兰媒体最近 都在热议美国停止对乌军员带来的影响 俄罗斯媒体喜出望外 我就不转述他们的评论了 我转述一些乌克兰军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乌军情局局长布达诺夫总将 4月14日表示 乌军正准备击退俄军预计在5月底 或6月初发动的重大攻势 如果没有西方军事援助 将面临灾难性的困境 乌国防部长梅罗夫同一天表示 乌克兰东部目前的局势紧张 俄罗斯军队正在将精力 集中在巴木特以西的 恰西夫亚尔方向 急需西方盟友提供现代化的先进装备和技术支持 最新消息显示 对于俄军近期猛烈进攻的恰西夫亚尔地区 乌军增派了一个缕的兵力加强防守 乌东部战区一名发言人4月15日表示 乌军在巴木特和阿布迪布卡方向不得不节省炮弹 俄军每发射10发炮弹 乌军只能使用1至5发炮弹换击 不过由于乌韩炮兵比俄罗斯炮兵更精确 双方炮火的威胁势均立体 乌炮兵能消灭更多的俄方人员和装备 俄军最近几个月每天平均发射约2万发炮弹 杀死约100名乌军人员 也就是平均200发炮弹杀死一名乌军 乌军每天发射约6000发炮弹 杀死俄军约500人 平均12发炮弹杀死一名俄军 两者效率相差17倍 这种巨大的差距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 一是乌军主守俄军主攻 进攻一方更容易落入对方的火力网 遭受更大损失 二是乌军拥有更强大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 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 三是前线乌军发射的无人机数量 是俄军的20倍以上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炮火的不足 综合各方面情况 我不认为 俄军对乌军拥有压倒性的炮火优势 密集的炮火固然重要 但不必夸大俄乌双方的插军 实际上 乌军在战场态势感知能力 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方面的优势 不仅没有缩小 而且一直在持续扩大 当然 为了获得更多的盟友军事援助 把乌军面临的困难局面 无论说的多么严重都不过分 只是作为客观平派 这场战争的旁观者 不能因为俄乌双方的宣传战 把自己带进了沟里 过去24小时 双方机主线上发生了100次的战斗 最激烈战斗发生在了巴姆特周边 尤其是恰西夫亚尔方向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最近大雄的视频流量很低 收益也很低 希望宽裕的朋友能经常的鼓励我 给些打赏 您的一份打赏 一份暖暖的心意和支持 给我坚持的力量 许多大陆朋友反应 看不到打赏的按钮 大家可以扫频道主页的 微信赞场码进行打赏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 还有待改进的地方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好改进 大雄也知道 这两年的光景不是太好 也不想大家为了看视频破费 尤其是长期支持我的朋友 但沉重的生活负担 压得我喘不过气 只能伸手向大家讨要了 如果您不宽宇 就不要打赏了 点赞转发大城的视频就足够了 好了 闲话不多说 我们下期见